大家好 我是阿貴 現在是2020 4月10號 凌晨2點 來玩一下 新錄影季 我很喜歡試著玩一些小遊戲 現在因為有錄影 所以就是邊玩邊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是徐錦江代言 這個我全都要 那這個就是很常見的梗圖 然後這個廣告也算是 有一陣子了吧 正好然後今天那個又看到了一些 怎麼講跟那個遊戲不相符的廣告 然後想說下載試試看 好那這個是這個選角色的這個這個介面 然後大概是有這幾個頭像選 那我就選這個這個怎麼講 就是比較有點像微小寶皮皮的這個樣子 有沒有聽到 這是那個粵語喔 廣東話那個 他在一開始他是說你可以用語音 你要選擇用那個 中文還是用粵語 所以蠻有趣的 他這邊是粵語 聽起來蠻舒服的 第一個問題 其實這樣聽起來就是粵語聽起來很舒服喔 可是因為我之前常去澳門玩啊 然後那個 怎麼講 那個澳門就是就是有時候看到聽到那個什麼大家在聊天就覺得那個粵語講出來一長串聽起來就很有氣勢喔 可是那個什麼現在聽這些 怎麼講粵語的這個這個女生的這個遊戲片又覺得 好像又非常的悅耳好聽 最重要的我覺得是情意 其實我覺得這幾個角色我覺得這個 這個神龍島的這個罪證喔 但是以劇情上來講我還是覺得雙兒對那個 對那個 尾小寶最 其實每個都是 每個都對尾小寶都很好 但是雙兒算是 怎麼講就是 雙兒算是應該算是跟追求 有點忘記劇情了 好 所以我選擇雙兒 那當然在周星馳的電影雙兒變成兩個人其實事實上雙兒是一個人喔 原來是個穿越劇啊 站著S型你看著任神 眼前學風聳力 這個這個文本寫的相當好啊 這個小本本我知道 感覺有點像是在看那個小說 跑出了一個很像尾小寶的人 這個應該是有授權啦 喔所以說主角不是尾小寶 所以說他並不是尾小寶 尾小寶另有其人然後尾小寶是 你是他的官 有沒有 有聽到那個粵語說明 粵語的那個語音 好門客 有那個粵語的那個聲音 所以這個這個遊戲應該就是 門客就應該是武將吧 門客應該就是就是就是角色這樣子 然後應該就是提升提升這些門門客的支持然後去戰鬥啊之類的 好第1張關卡 劇情 詢問小寶 我們是怎麼認識的 我們在賭桌上認識的 然後他在尋找雙兒 所以他認識了劇情上的尾小寶 我去 竟然真的是 好 我以後叫你小櫃子 所以他在找雙兒 這小櫃子未來是個大人物 所以說你是穿越的然後你知道說 他是未來的這個尾小寶的主角 所以說你一穿越你就 你見我老婆了 喔 這邊暫停一下 這邊這邊寫得很好 他搭上你的肩膀那個合金嬰嬌喘一聲 倒握在那個那個大師兄的懷裡 好不拉不拉的OK 然後突然之間就跳到戰鬥 相當破壞氣氛 然後這個戰鬥好像也沒有什麼 也沒有什麼 怎麼講呢就是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佈陣喔 可能可能我還沒玩到他就是純粹就是寫 寫那個那個什麼那個什麼武力喔 你知道我過去的事情嗎 因為他穿越了 難道 感覺上有粉伏筆 尾小寶來找他 小櫃子 所以這個尾小寶 真正的尾小寶在尋找雙兒 毛十八 那個劇情也是 所以我應該去皇宮吧 練功房 康熙吧 因為尾小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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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是 是誤以為說康熙是 是那個 是那個太監 這邊 康熙 陸禮記的尾小寶就在練功房 認識的現在正在尾小寶 所以說 你穿越然後主角的這個 這個這個角色 他要開始慢慢的取代為那個 那個 那個 尾小寶其實這個劇情在 在很多這種穿越的那個故事都有 像日劇啊好像 好像穿越之後變成 變成那個什麼 真正的真正的風神秀吉 那個什麼雨財秀吉 就是他 他死掉然後主角慢慢變成這樣子的角色 也是有類似這樣的劇情 所以這個遊戲好像是 是這樣子編制嗎 康熙來了 那就推門進去 然後假裝他是 假裝不認識他 不認識 照著陸禮記的劇情走 跟原作裡的小寶差不多 他怎麼 他怎麼直接說 他是皇上 所以他這邊劇情還有設計 原作裡尾小寶的身份是太監 我是在朝官員這個身份是他是無法彌補的 糟糕了這個遊戲要結束了嗎 因為我選錯了所以遊戲要結束了嗎 他怎麼跑過來 我家夫君他失憶了 我家夫君從小愛惜物 夫君從小是五次 所以他老婆突然跑到蓬宮來也是蠻誇張的 好然後看一下他的說明喔 你憑著現代的記憶使出一些小混混打架的招式 也求全嗎 康熙哪裡見過這些不六流的武術喔這邊就跟偉小寶那個那個打鬥有點像 再加上對武術這一方面 再加上康熙對武術沒有天賦 很快就被你打倒在地當今皇上 卻在練武場 你被不知名的混混招式打趴在地這絕對是中國歷史上最利能捧富的一幕 螢幕 好那這一段其實就跟陸禮記其實有些像 所以說康熙也是蠻喜歡他的然後叫他再繼續陪他 你怎麼會突然跑到練武場 脫下衣是嗎 你這是做什麼 這麼好 內眼如絲 那個 這個大師兄又要嬌喘一聲 對啊他怎麼會突然跑過來 助你完成在這個世界 這是怎樣 所以這個是女神之類的嗎 好他 這邊再看一下 OK 夫君你一定要記住因為你的身份的不同千萬不能什麼事都按照原本的走下來行動 但是這是線上遊戲應該是不會有失敗的劇情吧 譬如說選錯了之後就game over 因為這是線上遊戲所以不自己會重來吧 像人中之龍系列啊你反而你會想要故意去選錯的劇情 然後去看看錯的劇情是怎麼樣 錯的劇情 錯誤就是看起來 很明白的錯誤的選項反而會比較搞笑 好我升官了 升官就會提升一些東西不知道這些要不要課金還是慢慢慢慢去升 自立村月魚然後我突然就跟雙雙雙額認識 好像是因為我一開始 我一開始選擇說 是哪一個女主角我比較喜歡然後 他就會一開始給我雙額這樣子 這是月魚配影 怎麼換跑出毛司吧 天為父 地為母 出道去全部都是兄弟 他剛剛是天為父 後宮加力道 那個那個什麼 鹿頂大地 好這尺度應該還可以吧 好 所以這個每天要花精力 呃 去什麼家人經驗 加個經驗 經驗 所以這樣子 每天這樣子跟跟他這樣子算雙修嗎我在玩那個道友掛機嗎也是這個樣子 角色超級多然後這個 這個位分也是超多的 好這個雙額是我的當家 消耗元寶問候所以說還是要課金喔 應該或許不要啊 好所以這個是親密度提升會有一些效果的提升 然後這是什麼 這個還有真人的這個這個圖像喔OK 所以不知道說這個真人圖像有沒有一些互動的那個那個裝飾可能有 好親密度大於10解鎖新知識 然後家人親密度大於40還會再解鎖新的東西喔 然後我精力還有那繼續 繼續跟他互動 好所以那很期待如果是真的的話會是什麼樣的話應該是有特別再去 再去錄喔 這個就是固定時間這樣子零然後正五品解鎖一鍵徵收這個應該是 角色的等級啦所以這個應該是不用課金你慢慢玩之後你就會提升這個這個官職 好然後這是遊戲的公告 然後七天獎令來看一下喔 登錄第二天我就可以獲得那個阿柯了 喔 第七天是海大富 好登錄第七天是是海公公OK 然後有什麼幫會衝綁啊這些比較常見的活動 好像好像人不多喔這個這個 綁上好像只有 只有只有好像六七個幫會而已 好這是一些主線人物 不過因為那個 剛下載他一定是給你新的伺服器嘛 好累積充值所以這樣子的遊戲我覺得 應該也是蠻課金的喔 然後還有當天充值你看在這個活動很多有時候這些活動看起來很多其實 會有一種危險的感覺就是那個坑很大的感覺 好我這邊有按鍵審理喔 超三貴斧 這邊還有超三貴斧這個活動 然後經國女將SSG平洋公主 我這個開這個需要元寶然後可能沒有元寶 聖指道這是郵件 所以我剛剛進入這個遊戲他會送我那個200元寶 這什麼 門課學期 預計收藝是密集經驗 現在只有一個門課你可能要課金才可以 才可以讓這些門課就是什麼快速學習之類的 參見大人 大人交給我了 包補沒了 好 生個十幾號 藥水以後就可以加100點的屬性喔 多龍在這邊 看看是我投降了嗎 張康綿 喔武力好高喔五顆星耶 所以戰鬥的話是不是派他嗎 好書院大概就是這個樣子要等三個小時反正就是慢慢逛了嘛 好那這應該就是美日的任務喔 然後成就系統 那個剛上線都是會讓你領得很高興 然後每日簽到成長基金這些好像都是固定會有的然後關注 官方的Facebook然後會送新手大禮包那這個就是反正就是點了之後然後去Facebook可能會有一些對話碼之類的 我們再看看還有什麼東西可以用喔 這個就是呢剛剛那個審理案件 這個東西又有點像是我們在那個廣告上面看到的 然後OK 好 好那這個生理案件大概就是一天中他就是時間 隨著時間的增加他他的那個 你可以處理一些事件案件 那正基滿可能就是升官 因為我沒有玩到很後面 然後可是你如果說 你如果說你選擇一些比較 比較貪污的選項你可以獲得一些道具喔 那如果說你為了要升官的話就是當然是都是選正基增加的這個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我屬性藥水我當然要 涼草這個就覺得 爛爛的 30分鐘就可以增加正基所以說正基增加到滿應該就是升官了應該啦因為我沒有玩很深 然後你有了那個VIP你就可以處理更多的按鍵 周瑜跟小喬所以說這個角色也是穿越 江湖令 所以這類型的遊戲呀其實你如果想要克星的話他的活動絕對會讓你克到 克到一個滿意 可是可是我會覺得我會覺得很怕這個坑下去就起不來了因為這個活動實在太多了 你看他有那個 手除嘛然後成長基金嘛然後 還有每日累積禮包然後活動那麼多其實 其實 當然無課也是可以玩的但是你如果說你克金的話你的那個 戰力會提升的非常非常的快 這樣講好像是廢話可是就是說 應該說那個差距性會被拉得很大 應該是讓牆 然後這個自動戰鬥我覺得就是就這個樣子他的那個屬性就只有分武力跟士兵數量 那士兵數量是可以補充的你看我的士兵數量會慢慢減少 然後他以為那個什麼 一定時間你可以徵收銀兩 銀兩 銀兩跟那個兩草還有士兵 那現在這個這個就是他都是自動戰鬥 那我以為說你可以去搭配一些兵種啊看來有沒有 也好像沒有上陣什麼那個那個角色 角色 所以大概是你 你目前有的這個武將的那個中和 中和屬性就是就是你的那個戰鬥力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反正這邊這邊都跳過了這邊就是他就這樣自動然後就這樣一關一關這樣打 然後每過一關戰鬥的時候也可以獲得政績所以說這個政績達到這邊就是升官了 好 獲關獎勵好第二章開始 然後什麼追夢禮包0.99就是30塊台幣而已 好開始 第二章這是什麼 歷春怨這是第二章的劇情嗎 這是真正的尾小巴來了 雙鵝你現在在哪 雙鵝不是在不是在我家嗎 康熙跟劍妮來了 他身上好香啊香香的 所以說你 我們主人公的角色就變成了那個有點像是就就就就就就變成尾小寶的這個角色 好然後康熙介紹妹妹給給他認識 雕瞞公主 賭這次的輸贏 好如果康熙贏了就不給他惹麻煩 然後如果康熙輸的話 他就要把這個人赤給他 就是 邱淑貞 好OK 但是家人說說過我要重走微小寶去切個 認深遠的選項 那我應該怎麼選呢 我如果選擇放水的話 就是康熙贏 男主角就是 就是交給他 那我應該是要認真才對吧 好反正就是 就是揍皇上 好我們贏了 然後 劍寧公主就 按照這個賭注就就就就就就就把你帶走了 好那這邊劇情就跟那個 這個錄底季遊一下 這個還要到第3張喔 然後好像要到下一張 下一張就是 就是那個什麼 要繼續戰鬥 那我就沒有再繼續打 因為就是會比較花時間 想說有沒有看到一些比較比較有趣的東西 好 劍寧公主啊什麼 好敗啊這一張一張的這應該跟那個路人現象 然後第1張才有這個自動戰鬥 他免費讓你用 然後接下來的話 他就沒有自動戰鬥 你就要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 大概是這個樣子 然後上面有上面有這個燈喔 每一 他他他這個 大概主線一張有大概 大概7 6 7張不知道然後 應該說關啦 然後每一關你要你要經過這幾個燈 1 2 3 4 5 6 7 8 8燈獎 所以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蠻拖的喔 就是 就是要你要那個 你要玩到什麼 剛剛是說第10張才會有自動戰鬥 就擺在那個地方 那這個什麼 商產啊 農產的士兵啊 好像他這個就是 蠻快的時間他就會回復 就是一直零一直零 所以應該有VIP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一鍵零 吃個彈藥他的武力就加了1000喔 然後他的資質是B而已喔 好又回到這個書院 然後還有什麼可以看的呢 主線任務勢力要到五線 勢力應該就是所謂的戰鬥力啊 然後有一些活動啊什麼鬥雞大會啊那個我的那個官位等級不夠其實官位就應該是角 就應該是角色的那個等級啊 然後日常應該說每日任務其實也沒有 我們來看他的角色 九難師太這個這個也是那個那個什麼那個 鹿林記的 可是 花木蘭 項羽 然後漢武帝 然後曹 曹菲 果然還是要把三國武將放進來 因為不知道放誰就只好放三國武將 三國武將是大家最惡熟人像 然後最 最萬用的 趙雲也有 然後平陽公主是SS 一開始我們都是B級的武將 我沒有辦法去升他的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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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能 可是他好像也沒有 好 這個明明只有雙雙額可是卻 卻有Echo生啊 我只是想陪在你身邊 我的那個親密度不共他 他沒有辦法跟我那個互動 這邊還有一個選項就是我要老婆 這邊有一個我要老婆 我們再來看看還有哪些可以可以用 任務 功能預知 來看一下指示系統 所以說這類型的遊戲都會有那個生小孩喔 好 大人與家人生子後即在指示系統中培養 然後聯姻系統 所以我的小孩子還可以跟跟別聯姻 專訪系統 比武場系統 九樓系統 其實其實可以玩的真的很多 然後幫會 然後達摩院 西鄉房 解鎖15個 可將戰不培養的家人 這是打入冷宮嗎 然後討伐 傷貌 天牢 這是什麼 可將戰不培養的門客進行 不培養就不培養 把他關起來 然後家人系統 這個家人系統就是剛剛看到那個 然後這個是聊天的系統 這邊還有鎮男王 這可能是 你可能是 全服的什麼 TOP級的人物或是怎麼樣 就會有在聊天的時候會有不一樣的稱號 我到了皇宮了 這什麼東西 就可以直接領20元寶 這好像是膜拜吧 這幾個王府可能就是一些膜拜一些就是 衝綁的一些名人 所以說很多遊戲會有這樣的設置就是讓一些高等的玩家可以 可以讓人家去膜拜然後拿到一些東西 就是 怎麼講來享受一下成名的感覺 就是 就是那個大佬的那個那個那個 大佬的應該享有的那個福利 人家是大佬 要謝謝大佬讓我們有遊戲玩 好所以大概就這個樣子 剛剛講一講 這邊有個叫做雲警訪 然後有門客裝 裝扮 這個就是膜拜 應該是徐錦江這些都有裝扮 這些都是 就是 你用道具還是怎麼樣參加活動就可以讓 角色變成真人喔 好我現在都沒有這些皮膚 好所以說他這個是有真人真人真人的這個圖片 然後這是排行榜 然後來看一下這邊有個神龍島 洪安通好這個也是那個小說裡面的角色 OK 然後神龍教來襲然後是每日的12點到2點 然後圍剿 洪安通是8點到9點 這類型遊戲對我來說已經沒有辦法 為什麼沒辦法呢 因為 我的現實生活的關係 就是 除了工作還要顧小朋友 所以我的時間其實很亂 那像這類型遊戲你每天都要在固定的時間上來去打仗的活動 沒有打的話其實 很虧 像這樣子的話我就會覺得可能不大適合我 最好是可以一鍵一鍵處理 那像小兵兵傳奇啊我之前都會卡 就是快9點的時候去去打競技場 其實那個時候就常常被罵 就說那個什麼那個家事都不做然後 然後打電動的時候時間倒是記的很勤快 所以這樣子你要鎖一個時間點上線去打活動我覺得 我覺得這樣子的系統對我來說我已經 我已經 不大適合 不大適合我 因為我覺得 等你12點到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我現在要打一下活動 這很容易被罵 好然後這是手櫥就送你陳靜蘭 那個平 這是什麼平生不見陳靜蘭變成英雄野王 然後VIP的特權 VIP 滿滿的VIP 他只有到12而已 他的VIP很有趣喔 你看VIP12 家人昇華經率 也就是說那個你課金課約 那個家人生生小孩機率越高 好 OK 所以說這個介紹就大概是這個 就到這個這個地方喔 然後我覺得 可能這款遊戲不大適合我就是 除了他的那個 第一個就是看到神龍島之外 再來就是 其實劇情我會想看下去但是我覺得 這個戰鬥過程可能 不是很吸引我 然後 這些 這些圖 怎麼講 真人的圖 圖像的部分我覺得還不錯 豪拜 徐景江 我很喜歡 這邊也不錯 那但是 但是怎麼來講呢 就是 以課鏡的感覺我會覺得 我會覺得 這個如果說課下去我會 會 會 會是一個很大的坑喔 好 所以說這個新錄理記試玩的感覺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喔 那就是看大家喜不喜歡呢 下載連結我會附在這個影片下方的說明 OK 那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